这个 那咱们走 走 走 喜儿 喜儿 我们今天出发 我已经安排好了 灵星舟这段路上 会有捕头送你们出城的 您不和我们一起去 真是摆迷一说 我就是心仪这个班子 最后才惹上了是非 上次做江家一票 竟然让一个小丫头给活下来 就是她认出我来的 这种事您交给我就好了 不用 因为关银的事情比这个重要 你把心思都放在这个上面来 我会做了她 这次的关银比以往的难运啊 刘勇已经盯上了 他的人已经跟了我好几天了 已经安排好了 会在路上甩开盯梢的 叫兄弟们都精神点 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 请放心 去吧 是 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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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来护送你们出城的 艾克 开盯梢他们有行动啊 照这种情况 这是要出大事 看来他们终于要行动了 行 那我们走吧 我去吧 过来了 过来了 注意躲避 我走 尿不头发 走 走 现在 去哪儿 去哪儿 你尝尝 他们说是今年的新茶 老爷 夫人 写着跟七彩呢 七彩去了东昌府啊 你怎么早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本来想先告诉你 在让他走的 但他着急啊 他说遇到这种事 我本来心里不舒服 想回去 在父母的坟前拜祭一下 这不对头啊 太怪了这个 怎么不对了 醒着呢 醒着他 听说七彩去了东昌府 就追了去了 坏了 坏了 老爷 你是担心 他去找柳强报仇 子风啊 赶紧上越来客战 快 好嘞 我也去 坐下别动 你们有他快吗 他去都没什么用 你们去管什么用 坐下 坐 客官 您是要住店吗 老板 柳强柳老板是在这儿住吧 柳老板 柳老板 有人找你 柳老板 有人找 请 清文妹妹 柳大哥 来 快请上 快请上 慢点啊 看脚底下 慢点啊 来 这边请 来 这边请 我给你带了几个菜 你尝尝 好 正好有点儿饿了 来 这边请 有劳了 有劳了 柳大哥 这都是我的拿手菜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嗯 合口 有 我还给您带了一壶好酒 您尝尝 要好好尝尝 好 柳大哥 我给你倒上 不用 我来 我敬你一杯 柳大哥 我不会喝酒 只不敢喝吧 你不就想知道你父母怎么死的吗 我告诉你 都是我杀的 你知道他们叫的有多惨吗 畜生 你 我要你偿命 我爸爸 我爸爸 你找死 你不是想见你爹娘吗 我成全你 你 你 你找死 我掐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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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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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儿 有枪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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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死了 刘大人 刘雪儿跟七彩 杀人了 什么 这都什么情况呀 哥哥 柳枪死了 那也不可能是 喜儿跟七彩杀的呀 他们俩家一起也打不过一个柳枪 这肯定是栽造 你真的看到他们杀的吗 反正柳枪的确死了 现场就他们两个 那喜儿跟七彩现在在哪儿呢 被阿易抓走关起来了 我们的人也敢关 走 带我去找人 好 走 哥哥 冷静 刘大人 那刘雪儿跟七彩 到底怎么办呀 凡事想清楚了再说 夫人 你先带他们 去孟南房间休息一下 我安静安静 好的老爷 真的 你咋过了 我说 不是 你 你 有劳林彪头了 哥 他们怎么停下了 我们被发现了 多谢袁捕头 但是 还请你们把后面的尾巴给切了 这你放心 我自会处理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走 车走了 咱们怎么办 咱们直接杀过去吧 别动 等我走 他们过来了 走 援木头 没想到在这儿也能碰见你啊 清不透 前面的路过不去了 你们原路返回吧 我们去济南有急事 前面的路有险情 现在已经封路了 没事 我们可以绕路 我说了 路已经封了 妈 有埋伏 被劫了 什么 被劫了 罪犯刘衔儿 江青文 你们二人合谋杀死了柳强 柳总商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啊 大人明察 是柳强做局 想杀七彩 我是去救七彩的 柳强而且他也死于自己的刀相 怎么能成了我们是杀人了呢 大人 您是不是故意偏袒啊 不说 偏袒 你说柳强柳总商 那是何许人也啊 那为我们林青州做了多大的贡献呢 别说我们林青州 就是济南府的百姓 听说柳总商出了这样的事情 那都悲痛欲绝啊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是招也得招 不招也得招 来人哪 上刑具 大人 人是我杀的 钥匙我下的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跟刘雪儿没关系 好 把他工资寄下 让这刘雪儿给我招供 跟刘雪儿真的没关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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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当中 那是 我 那是 有点 你 这 是 你 我 就是 我 你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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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你怎么停下来了 我听着刚才这不是正在用刑的吗 没没没 还不快把刑具拿下来 是 是 是 郡主 实在是没办法呀 其实我也就是用刑具吓唬吓唬她 我哪敢真动性啊 您这还叫不敢用刑啊 那刚才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身上的伤都是怎么来的 回郡主 此案呢 人证物证俱在 事实清楚 可她俩就是不招啊 你说有什么办法 你说 刘大人 你看 师父也 也得这么招啊 李大人 您还真是个秉公执法的好官啊 郡主 刘大人 您 李大人 格格也是一时意气用事 家里的孩子嘛 对不住啊 没忍住气 你别介意 接着来 接着来 不敢 不敢 郡主 息怒啊 可这公堂之上 动用刑具 符合大清律力 您说这犯人不招 这不动刑呢 怎么招呢 李大人 您说怎么办呢 怎么 这不用刑 你就不会审案子了 这大刑一用 您就不怕去打成招啊 那要 都像您一样 这全天下 得有多少冤假创啊 不不不 刘大人 刘大人 嗯 要不 咱们借一步说话 哦 慢着 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啊 你都敢在这儿随意用行 还不敢当着人面说话了 夫人啊 息怒啊 我去去就来 走吧 来 请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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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请请请请 您坐 您坐 坐 坐 哎呀 刘大人 您说您这 这整的哪一出啊这是 什么那一出啊 哎 哦 哎 李大人 别多想 我府上的人犯了案子 我过来听个审 这又什么呀 您该怎么办怎么办 啊 哎 别多想别多想 他们俩如果犯了事 慢说是他们俩 就是我 都得向皇上请罪 刘大人 您这话严重了 啊 可这个案子 人证 物证 俱在 啊 案情很清晰啊 哎 当然我也不想 他们谈到这个份上 嗯 可是您得让我审哪 这郡主在堂上 这会 怎么审哪 该怎么审怎么审啊 我 围观这么些年 该怎么审案子 还用我教您呢 摆事实讲道理 啊 该怎么办怎么办 不要说因为 是我府上的人 您这就心慈手软 哎 哎 您说得容易可 啊 报 啊 去吧 大人 下面的原来报告说 朕载辆车 在城外被人接了 那东西呢 被接走了 现在下落不明 一举废物 下去吧 是 刘大人 啊 行 您说得也有道理 啊 啊 这政务上呢 我还是在 在在 在 要不咱们 择日在神 听您的 听您的呀 我这不征求您意见的吗 哪儿的话 李大人 在您的地儿 听您的 李大人别客气 那 今天就告辞了 别呀 后堂我都 已经准备宴席了 不麻烦了 不麻烦了 告辞告辞 喂 刘昕儿杀了柳强 然后呢 是个人恩怨 然后呢 让他追悔莫及 杀杀他的威风 既然他不想离开林青州 那就让他后悔去吧 好 困难 张大人 李大人 这银子就这么丢了 你让我怎么跟张大人解释啊 我也没法子啊 谁知道会出这种意外 意外 现场一个火口都没了 银子被搜刮得干干净净 这根本就不是山贼所为啊 这分明是蓄谋已久 张大人 这一点我跟你的看法一致 这一定是内外勾结 否则他们怎么知道的线路 还有时间跟地点呢 你怀疑谁 我之前怀疑柳强 可他现在死了 不但他死了 他手下也没留一个火口 这线索也就这么断了 这个柳强 你说死就死了 还给咱们留下这么大的麻烦 他为什么要杀刘雍的丫鬟 据我估计啊 这是杀人灭口 知道吗 这柳强可曾经杀过刘雍丫鬟的一家 这丫鬟是唯一幸存的 结果就把他给认出来了 这个刘雍啊 终于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了 刘雍的这个杀人案 你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把刘雍给我牵制住了 不要让刘雍再去查观音的案子 如果让刘雍查到观音在哪儿 咱们两个都没法交代 大人 这李尔多分明就是想草草结案 你看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老爷 这救也救不了 李尔多又着急下手 这可怎么办呀 对啊 大人 他们在牢里多待一天 就多一份危险 都别急 别急 大人 林彪头带着的那引子被截了 明白了 李尔多今天在堂上 变颜变色也是得到了这个消息 接哪儿去了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 袁长春故意挡住了我们的追踪线路 我觉得他们好像事先知道我们在定手 这样 秦捕头 你继续追查观音的下落 齐采跟喜儿反倒是安全的 李尔多被这件事情已经牵制住了 是 方南姑娘 火速拿到五座第一手证据 正名六强的死因 千万不要让李尔多在尸体上下了手架 明白了 大人 你放心吧 贺侍卫 亏你还是三品带刀是非呢 连七彩和流血你都看不住啊 他们俩能杀人 他们俩刀都不会拿 李尔多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跟他们走 有什么结果你不知道啊 你现在来埋怨我有什么用啊 他们两个不能杀人我不知道吗 不听我话偷跑出去 我有什么办法 哦 那照你说的 我一天这事不干 放着格格 刘大人不管 盯着他们两个 可能吗 好了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 秦大哥 你也别着急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喜儿这样 而且贺侍卫 他也尽力了 孟楠姑娘 你不用向着他 他尽力了 他尽力了 事情不至于这样 你什么意思 说清楚 行了 别吵了 这天还没塌下来呢 老爷也去想办法了 你们在这窝里逗得 让别人看笑话呀 听老爷的安排 该干嘛干嘛去 对了 贺侍卫 咱们得抓紧时间 去检验一下柳强的尸体 好 小心点 嗯 老爷啊 你可来了 孙儿啊 这回真是无量 老爷啊 孙儿给您舔喜吃了 孩子 时间紧 来 坐起 孙儿啊 你快跟我说说 那天到底怎么回事 是 我本来计划的是 先把他迷倒了之后 再动手杀他 可我没想到 他其实早就把我看穿了 每人杀刘强 是刘强想杀器材 他等着我去复仇 然后再杀我灭口 那他到底怎么死的呀 后来我把刘强给撞倒了 地上有个刀 刘强甩到岛上插死了 对了 老爷 我还有一些事 怎么回事 站住 你们抬的什么人 你管得着吗你 我让你们放下 站住 柳强 你们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人啊 我是停尸房的捕快 刚才有几个人假扮捕快 抠走了柳强的尸体 我正在追 还好被你们拦下了 我们是刘强大人的人 奉刘大人之命 特意来检验柳强的尸体 尸体正好在这儿 那我们就抬走了 不行 想带走尸体 必须有李大人的令牌 否则什么人也不能带走 令牌 那我们要是非要带走 你还敢阻拦不成 这位大人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捕快 按规矩办事 你也别为难我 求两位大人 高抬贵少 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 把尸体 从那几个人手里抢下来 你的小命更是不保 是是是 谁说没有你我就拦不住的 我本来就是想看看他们偷尸体去哪儿 结果又是被你坏了事 是 袁大人 尸体我们可以放在这儿不带走 但是我们在这儿咽总可以吧 小丫头骗子 什么事都想掺和 衙门里有专门的武作 这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贺大人 怕是我林青州的牢饭还没吃够吧 味道如何呀 我让你连牢饭都吃不了 我们是奉刘大人之命来的 你还敢阻拦啊 不好意思 在林青州我只听李大人的命令 我们就非要验 你觉得你拦得住吗 那是拦不住 只不过我一定会向李大人禀报 有人想要破坏尸体 损坏证据 好 那尸体留在这儿 我们这就去找李大人 不过 这尸体你最好看好了 要不然出了什么问题 你第一个逃不了干系 二位请 贺侍卫走 走 有有有有有 郡主 参见郡主 免了 谢郡主 刘大人 咱不是说好了吗 重新查证 择日在身 您怎么又回来了 尸体都快被偷跑了 这还怎么验尸啊 我也是刚得到禀报 误悔了呀 不过您放心 武座我已经找好了 明日就开始查验尸体 李大人 您毕竟是抓了我们的人 要验尸 也得用我们的武座 郡主 这按照大清律法 这案子不是发生在我林青昭地界吗 这 这下官实在是为难哪 您还信不过我手下吗 我不是信不过您 而这翻案的人 毕竟是我们府上的人 况且我们家老爷 还有通审办案的文书 这用我们的武座 合情合理 这 我看这么着吧 李大人 你的武座跟我的武座 咱们一块儿验尸 你觉得怎么样 可 可这验出两个结果 这信谁的呀 公开验尸 众目睽睽之下 谁真谁假 一眼就看出来了 行 那就 听郡主的 行了 小姑娘我跟你说呀 这个人哪 肯定是在吃饭的时候 被仇家一刀捅进去 只查心脏 致命而死 结论踏实 还要看吗 我想再看看 行 看吧 老家 您帮我记一下 这伤口宽度齐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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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武村一 大人 袁长春在调查山匪 他认为山匪勾结 杀死官兵 劫走梁车 还把现场打扫得 如此干净利落 肯定不是普通毛贼所为 至少是山匪 他怀疑是山匪勾结 行吧 你也去查一下 驻边山匪 尤其是结果观音的 是 大人 怎么 有线索了 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已经带人把整个山都搜遍了 什么都没找到 难道他还会凭空消失不成 肯定是被人藏起来了 肯定是附近山匪所为 还不快去查 是 大人 现在 这些证据对我们太不利了 现场的分析 无法判断 这匕首到底是柳强的 还是显儿他们的 而且现场 有明显的打到痕迹 所以就算不是他们亲手杀的 但是也算是误杀 就算逃过了 故意杀人的嫌疑 那李尔多如果抓住不放 他们还是要坐牢啊 坐牢总比死最强了 不是没有希望 七彩不是说柳强 就是幕后指使者吗 可是这太难了 大人 这必须需要人证 先从匕首入手 柳强这种人思维缜密 他不会用他自己的刀 一定是别处找来的 大人 这 又是他 二人 镇山湖给您行礼了 行了 咱俩就别客气了 今天来找我有事啊 城外赈灾粮被劫的事 您知道了吗 这么大事谁不知道啊 来坐 怎么着 你干的 不是 我听说这个袁长春呢 到处在查这个 赈灾粮的下落 而且啊 还在摸查想码 我觉得蹊跷 所以赶紧来跟大人说一事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呀 大人 你救过我呀 我得 报恩呢 不那么简单吧 你是不是怕受牵连呢你 是 我有案底 被那个李尔多坑了好几回 不得不法 行 那你跟我说说 这个事怎么个祈求法 以前这赈灾粮被劫啊 不是一回两回了 多半都是官生勾结 这个李尔多从来不在意 这次他不一样 就好像 关乎他性命一样 比如说呢 我哪知道啊 刘大人你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去啊 大人 你看我接下来能做什么 能帮上你 这事啊 你还真能帮我个忙 我就是要知道 这事到底谁干的 而且 我要抢在李尔多之前知道 放心 这事 包我身上 大人 镇山虎今天去见了刘庸 所以我觉得梁车的事情 肯定是镇山虎和刘庸合谋二位 有证据吗 属下是推测 推测 难道你让我审案子 也凭推测 大人 我觉得镇山虎肯定有动机 因为上次的事情 他就一直对您怀恨在心 他没这个能力 鬼头太岁杨潇林 还有 花刀苗寺 立地太岁桥七 就在他们三个人中间给我找 是 大人 用点心 否则你我都得搭在里面 是 大人 那儿有个体件铺 对 那儿有个体件铺 什么意思啊 那儿有个体件铺 卖伞了 自己家扎的油纸伞 您看看 看看能不能找个类似的 好 卖伞了 好像没有 卖伞 老板 您看看 自己家扎的油纸伞 这个匕首 见过吗 这个匕首 见过吗 不是我做的 哎 伙计 你干吗 别怕 我想让你看看我这刀 怎么样 这是出云刀 还挺懂 寒气逼人 果然名不虚传 据说萧桐断铁 易如反掌 踏实 你给我看看 想看我这刀 那就帮我们好好瞧一瞧 想想 这匕首到底是谁做的 好好看看 好好想想 我师父做的 你确定吗 银子找到了吗 没有 这都几天了 你怎么还没找到 目标已经有了 我刚派遣人 这不是逐一确认的吗 上面对这件事情很是生气 我尽力在上面说好话 才给你宽限了几天 你一定不能再耽搁了 你放心张大人 您对本官的好 本官感恩在心 只要本官度过此劫 你放心 大人的好处 我一定会尽力表达 你知道就好 那去哪儿查银子 你心里有数吗 哦 这样 你看我林青州进来啊 有鬼头太岁杨潇琳 花刀苗寺 还有立地太岁乔妻 应该就是这三户人中最有可能 这样 你把刘行跟七彩交给我 我把他们带到济南去是 这样的话 他想救他也只能去济南救 哎呀 那太好了 这样不但能斩力绝 而且能分散刘勇追查银子的这个经历 这一举多得呀 高 实在是高 那就赶快去办吧 哎 好 来人哪 七彩 吃点吧 夫人 我不饿 你得好好爱惜你自己 我们在外边 才能想办法救你啊 到最后 你落得一身病 我们心里也难受啊 夫人 是我太鲁莽了 连累了大家 还连累了熙儿 别这么说 雪儿她不会怪你啊 是 她对了 她是 有点 她不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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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有点 是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